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 是一座现代化城市发展的命脉 它直接影响民众移动的效率 进而牵动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 那根据Movie的公共交通调查数据显示 首都吉隆坡乘客平均每天 花载等一趟火车和巴士的时间 长达17分钟 而邻国新加坡市民的等候时间是8分钟 印尼雅加达是13分钟 数据也显示 在吉隆坡有超过52%的乘客 每天花费超过两个小时 在乘搭公共交通上 是的 巴胜谷搭公交一族 多少的青春和时间 就这样浪费在公共交通的漫长等待中 昨天的公共交通怎么通 系列专题报道我们谈过 巴胜谷总是无法准时的公共巴士服务 而今天要谈的是在巴胜谷地区 虽然都有准时 但却总是要人民老百姓吃吃等 很多时候一等就要等上一个小时 才有一班车的KTM电动火车服务 一个小时一班车 这样的公共交通服务效率 在全国人口最多最繁忙的巴胜谷 真的可以让人接受吗 为什么KTM的班次这些年来不增繁件 而且后车时间是越拉越长呢 而且所谓的铁路升级工程 为何做了这么多年 却一直无法完工呢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另任交通部长上任都在讲 处理着这个问题 讲了又讲 而现任交通部长陆兆福 也是讲了很多 但上任的过去一年内 又具体做了些什么 来改善KTM电动火车的服务素质呢 除了听陆兆福在讲 乘客是否觉得KTM的服务有了改善 还是说越来越糟糕 来看记者梁宝怡 叶小慧 陈慧毅的专题报道 问起KTM电动火车的服务 大姐开口就连连大骂 很不满意 八点自热报走访一圈 对于KTM的服务 觉得不满意 有待改善的还有他们 主要改善是KTM KTM吗 KTM不是慢啦 它来的不是很慢 刚才我从那个 西里西地亚那边 到Kelstrandra 我等了差不多40分钟 比较新鲜 7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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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了 所以就没了 如果是有延期 它可以尽快跟顾客讲这样子 因为我有试过一次 它就是延期了30分钟 可是过了30分钟 它又来延期 它早上8点一轮 现在12点半一轮 两轮罢了 浪费我们很多时间 对 好是10分钟还是20分钟就OK 半天而有浪费时间 时间都浪费在火车等待和延误当中 那这是KTM电动火车乘客 多么无奈的心声 然而小老百姓 无奈又无助地等待日常 当关的又是否知道呢 交通部长陆兆福自己也承认 KTM班次要等这么久才有一趟 他自己也接受不到 然而对于许多KTM乘客而言 这种漫长的等待 他们不是等了一年半载 而是等了好多年 官的多位部长却迟迟看不到改善 反而经常都看见 火车月台贴了这种 火车轨道要维修要提升 所以必须关闭的告示 导致班次越来越少 等待时间越来越长 延误情况越来越糟糕 乘客越来越失去耐性 但却又无可奈何 关于你讲维修要upgrade等等 这些大家都懂 问题是大家听了很多年 甚至有人跟我说 他从读书的时候 然后到他现在做工了 都一直在讲维修 维修了超过五年都还在维修 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维修这么久吗 这个不是维修火车 它是维修那个火车路 之前我们换政府过后 有重新谈判过 那么过后 前朝政府又被取消那个合约 过后又带上法庭等等 所以有浪费了很多时间 整个工程的速度都非常地慢的 所以我知道这个造成到很多的不变 我也非常地不耐烦 但是最少FACE ONE现在已经来到维修了 一月份我们就能够增加那个搬速 从现在的可能是30到45分钟的这个速度 会减到15到30分钟 我们人民要问的 FACE TWO要用另外一个五年十年来维修吗 FACE TWO还最少多要多三年的时间 部长说KTM双轨道升级工程 是导致KTM班次又少又不准时的原因 然而这一项工程从8年前的2016年就开始展开 因为政治问题一再停停走走 进度大落后 不过现在似乎不用等到天荒地老了 部长拍胸口给出了一个时间表 那第一阶段从万脑到险都的升级工程 在2023年底已经结束 第二阶段从巴胜港口到湖融的升级工程 预计在三年后也可以全面完工 部长说道士乘客就可以期待最快15分钟的一趟KTM班次了 不就必须费喘轨道升级工程 因为KTM最多能够说 那个开 tire changed 已经做好 KTM做了一个东西比Prasarana快的 就是这个付款系统 就是说你不单只是可以用Touch and Go 你用什么卡都可以用我们的付款系统 所以Ticketing系统它也是同样的 也是改善的 比如说现在你要买ATS ATS 可以 不敏感的 它比较慢一点 不是比较慢是很慢 没有反应耶 这个机器 部长花了大约五分钟 想要示范给拜访团队 看KTM的现场购票系统 但是因为各种不可控 而且归宿运转的技术问题 最终宣告失败 其实最主要你是要代说 我们主要是因为它开放系统 你看比如说有一些外国人 他可以用它的那个 运车卡也好 它的运车卡也好 马斯特卡也好 都可以用这个支付系统 针对总是让乘客吃吃等的 KTM电动火车服务 交通部长路照幅给出了 轨道升级的完工时间表 那很快的希望乘客真的可以得到一个更有效率的 KTM班次服务 不过就像刚刚大家在画面中看到的那样 虽然KTM完成了与时并进的开放支付系统 Open Payment System 乘客已经可以用扣账卡或是信用卡来买票过展 但是我国公共交通和车站内的设备 却经常都会出现技术和故障问题 考验乘客的耐心 明天公共交通怎么通 系列专题第三篇 我们将和交通部长陆照幅视察巴生谷使用率最高 但却是最常闹故障的轨道交通 MRT和LRT 为什么MRT和LRT的故障频率会那么高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期盼一个比较可靠的公共交通服务呢 交通部长陆照幅还有什么话要说 记得留守明天的专题报道